挑战邮剧天花板 台中中央公园是增设了 悲行美乐地公园 在地方明代的争取下 中央补助350万 再加上地方筹编 总经费是超过6200万 日前一起完工开放 不仅亲子共荣 还有无障碍邮剧 以及32米长 号称全台最长的滑锁游戏场 小朋友溜滑锁爬盘旺 再从4米高的溜滑梯向下一溜 这里是近期开放 兼具娱乐与挑战的 飞行美乐地共荣游戏场 飞行美乐地设立在西屯区中央公园内 获中央补助与地方共同合作 以总经费6275万 打造三层飞碟造型邮剧 地面采用弹性地垫 为孩童进行缓冲保护 还有适合生障者游玩的鸟巢吊床 摇摆床 以及各式可以呈现不同声音的设施 第一期工程验收完成 开放使用 为附近居民增添新的休闲场所 很好玩 我们是从铺里来的 这种对小孩子的运动很好 每逢假日的时候 这边都积满了人潮 那它因为是一期的部分先行开放 那里民都非常的期待 在明年度 连这个二期的工程完工之后 有更多的这些游乐器材 来让里民这些小朋友使用 除了好玩也设置求助灵级监视器 24小时替孩子健康做把关 二期工程将增设更多设施 在明年农历年前完工开放 打造4500平方公尺 相当于近14平大的儿童游戏场 二期的部分也会做这个编昏设计 把这样遮阳的这个议题 也纳入整个工程来做施作 那基本上我们会在这个 多功能的这个滑梯的部分 滑出段做一个遮阳的设施 结合水南机场历史文化 打造台中新地标 为中央公园注入年轻活力 增添更多孩童的欢笑 打造台中新地标 打造台中新地标